这两个祭祀向你散容其心 要修惯 那没病的时候放夜 放夜 有病的时候痛苦 有病的时候能修惯 把正念提起来 不论你哪个经都可以 要一普门匹嘛就念观神婆子忘 念得成正根根的了 念到一心不辣了病都忘了 观神婆子也来了 病也给你治好了 反正一门深入 那要经常讲 无能相无人相无纵生相无受者相 病是受苦 受根本没有受者相 没有个灵 要没有四相 你还有什么呢 什么都不存在了 这两个祭祀就要么散容其心 要你修惯 要你修惯 见端让人 当然众上 与佛菩萨 常生敬信 现在相貌很端严的 人家见到的很深恭敬心 深欢喜 这个端正的有两种端严 端正的人 一种是内向 一种是外向 不过内向功德福德之后大的 人家都不看他的外向 他丑陋见不当 看他内向 就对他一种深种恭敬感 不用他相貌 有种的 他相貌很端正 心术很坏 见到就讨厌 说这个什么样是端正人 有这两种的差别 例如我们那个历史上 我们道南参寿 道南大寿 还是会员大寿的师父 他的弟子有四姓八折 他的小时候相貌非常丑陋 个儿又奶 有一脸的麻子 又黑 虽然跟他师父 虽然他师父收得出家了 对他不大啥喜欢 不大啥喜欢 那时候他没有修德了 还没有修劳动 他成天叫他到地里去劳动 去劳动 那么别的嘛 那个师兄弟啊 师父都叫他读经啊 干啥就从来没有叫过他 没叫他读经 那天嘛 他就要求他师父 他应该给我一本经啊 他师父或者是 拔打仁解经啦 或者那个浅贤的小子给他一个 那他到晚上回来 找到师父 他说师父这个再给我换一本吧 他说师父就很不耐烦 又给他一本 那晚上他又来了 他说师父再给我换一本 他说就烦恼当着给他很厚一本 够他看的 看一个月也看不完 那晚上他说师父你再给我换一本 他说师父就发火了 他说这本书看完了 他说不但看完我还背的 他师父就一提 不论盗背入流 得盗得往前头背都可以 他师父才知道他有内会 这对他不同看法了 这么中国的义经院 开始的 他就讲 三不易的五不翻 他给这个翻译经典称 那进手刚开始的时候 人家那个外道跟他斗法呀 有个习招词 学用非常好的 四海习招词 跟他来搞斗争的 说这四海之内 这有个习招词 哪有你们佛教 道教 他跟那个盗难法子变了时候 习招词就输了 道教 四海习招词 迷偏四道难 四道难 你四海上上 我天都迷 片满虚空 但是他最丑 就是说这丑陋的人 长得丑陋 但是他有识德 他有识德 这叫一个内丑陋 在外面看得很好啊 不做好事 内里心里非常丑陋 外相虽然是很不好 他内里很 有内德 这叫有识德 说我们见着这个端正人 愿一切重伤 像带佛菩萨那样看 佛菩萨向我最端正的了 就是佛菩萨 想到他为什么是丑陋 丑陋 丑陋原因呢 就是 过去的重的善业不多 缺德事做的不少 就这样一个样子 这是内心的事了 说不好的事做多了 项目就丑陋 毁忘大乘经典啊 毁忘三宝啊 我说堕落了 堕落完之后了 得地狱出来 或者得那乐鬼道出来 得出生道来了 又做人了 相貌自然就不好 不好 有些菩萨大菩萨的视线 不一定的 不一定的 那时候做圣德算了 所以一般的来说 人家来这样的做观点 如果你感觉人家 见你不喜欢 或者同学的 道友 司长 人家不喜欢 应该怎么办呢 对佛前求忏悔 你的相反本来也很不错 为什么人家见你不喜欢 你害人害太多了 所以应当忏悔 这就是现实的事情 文主斯利弗陀佛叫你啊 发愿愿纵上 都应当相貌端正 让人见你能生起信心来 如果人见你不满意 要知道自己有缺陷 有缺陷 前身啊 所做的善业不够 见报那人 当然众生 与佛菩萨能知能得 见背那人 当然众生 与佑那人 不加其报 我们经常回想 上报四众能 下距三头口 只是父母 司长 佛菩萨 还有众生能 我经常也都知道 报众生能 因为没有众生 你成不到佛 但是我们报众生能的思想是 很少很少 除非读到普贤恨业品 懂得 一些众生 是我成就佛果的 祝缘 没有众生 我成不到佛 不度众生的菩萨 怎么能成佛呢 只能做个俄罗汉 成道也做了 没有师长 不能得处理 就只处世间师长 没有世间的师长 你没有知识 现在不是这样看上了 假使一众生想成佛 先要报佛能 报菩萨能 报父母能 报师长能 完了还要报众生能 以前有那么 这个报佛能的师啊 假使顶待经春节 说我们把那个佛菩萨 把一些众生 顶在头顶上 顶到好多节 时间很长的 身为床座片三千 说把我身体变成这个 座位变成床啊 变成座位 让那个一些众生 都能带我这个身上 能够得休息 得休息 或者坐 或者卧 或者随随 是形容此了 形容什么呢 要不传法度众生 说你不弘扬佛法 取离于众生的时候 毕竟无有报能者 要想报佛能 报一些众生能 报一些思想能 只有发愿 说法力众生 如果不行 这一道 毕竟无能报佛能 想报佛能 报不尽 因此 每位道友 经常这样想 想什么呢 上报四众嫩 下记三图苦 这么经常念的呢 不要把这个传法 传正法轮的法 因为要讲一篇大道理 或者讲经说法 不一定的 你劝人就念念佛 劝人就相信因果 但你劝他时候 说个佛号 他听见了 不管他信不信 他说文法了 他也算文法了 给讲讲新英国 反正佛经上 你随便的 引几句话 给人解释一下子 说自己呀 福报不大 说法人也不听 那你不管别人听不听 还要度畜生 特别度畜生 蚂蚁呀 人家最讨厌的 蚂蚁啊 老鼠啊 如果你碰到 给他说说话 碰见 已经死了 瘦了也好 飞行了也好 死了 你遇到了 你给他念个 网上照 念念阿弥陀佛 这个善言就解下了 再来生他遇到你 他已经听你的话 这样子吗 也是度众生 转自 转法轮 就是传授的意思 传授 你对一事重上 把佛所教授的法 传授给他 传授给他 说你到一个不信佛的家庭 或者他信外道 信邪教 你劝他信佛 那会找着难骂 他不断不介绍 他骂你 那你又给他 替他忏悔嘛 骂你也要说 但这种事 很难很难的 当一些众生 无头无靠的时候 这时候给他念 归于佛 归于法 归于圣 他使他有头有